那我请教一下这一个明老师 刚刚讲到的是棍柜爆料 他主要的内容是说马云是个白手套 马云的后头事实上 曾庆红江泽民连王岐山都有一份 那江泽民现在的钱 都是他这一个孙子江志成 在博裕资本操作 而且博裕资本还直接把账户 把钱搬去新加坡 现在呢人跟钱都绑回中国了 而且他甚至点名下一个是 李嘉诚 那我请教明老师 你怎么观察在六中全会之前 这么复杂的政治角力斗争 我们过去跟大家讲过 我们说中共的政治斗争 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我们的斗争比较有底线 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好处 当然有些国家发生暗杀 但基本上呢 还是回到宪政体制上来运作 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呢 虽然号称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但很多地方呢 很像中国传统的一些宫廷斗争 或者说这些这个 各种各样的宫斗剧 非常古怪的故事 过去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会暗杀 大家说怎么可能 我说你看中共自己会讲 我印象比较深刻 我们就是官方讲的 胡锦涛在下台前一年 曾经就是一次签字呢 就解密了大概几百份文件 当时解密完之后呢 当然很多大陆记者就很感兴趣跑去看 新华社呢 跑去看完之后发了一条消息 他说我们在这么多份文件里面 特别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份文件 这文件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1975年 毛泽东快去世的时候 然后邓小平不是 卷进了那个天安门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吗 然后就下台了 然后呢下台之后呢 就曾经被暗杀 他说算起来呢 邓小平从文革倒下来之后 再复数再倒下 前前后后呢 大概至少经过六次的暗杀 这些暗杀消息 我们过去在香港的渠道 都多少听到一些 但是香港那些 因为这样讲起来比较像八卦 可是你回来看啊 你把细节踢掉 事情是有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斗争呢 他们斗争的底线呢 各方面呢 比我们想象中残酷很多 所以过去我们讲过暗杀 台湾当然也有过暗杀 但是就讲说 可能不是要取命什么的 可是大陆暗杀呢 常常是 要不然就杀本人 要不然就杀全家 过去我们就讲过 所以现在我们说 自媒体爆了这料 是 讲了很多细节 是让很多细节 我们过去听说过 只是现在好像 又多管道出来 再重说一次 那么现在被点名哪些人呢 王立科啦 孙力军啦 罗文静啦 什么等等 我曾经讲过 我说 对 这些人是动手的人 这些人是手 他不是脑子 换句话说 上面有脑子在指挥他 为什么呢 这些人成绩太低 王立科 孙力军 不过是公安部副部长 或者说是 省的公安局的局长 或者说省一级的政法委的委员 就这样子 那罗文静的成绩更低 罗文静是江苏的公安庆的 然后江苏公安局的 然后底下的什么 然后什么刑警总队的什么 一个大队长 那成绩更低 所以动手是他们 但他们不是那个真正策划的人 所以我常讲说背后另有其人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看他说 我们现在要回去倒查 9月17号的时候 大陆的法治日报说 16个中央督导组 去督导这些政法机关的时候 督导组全部到位 督导哪些单位呢 请各位听一下 政法委 公安局 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国家安全部跟司法部 中央的六大政法机构 全部进去督导 再加上地方的 31个省级政法机构 就是什么上海 天津 北京 然后再加上省级 全部都督导 督导的这个原则呢 请各位听清楚 全覆盖 无死角 倒查30年 全覆盖就是从上到下 然后呢 去挖 所有不清楚的 我全部都要搞清楚 倒查30年 这个今年是2021年 倒查30年是哪一年 1991年 1991年是什么概念呢 请给我回想一下 江泽民哪一年上了台 1989 为什么1989才上台呢 因为当时爆发六四事件 然后邓小平决定说 把赵紫阳打下去 然后临时把江泽民拔上来 拔上来的时候是1989年 然后他把赵紫阳的后面三年任期干完 他的任期是1992年开始 但是1991年他已经在那位置上了 算是邓小平服了 那么也就是说倒查30年 就是回到江泽民上台的之后 那么两年时间 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一般人家就说 我干什么坏事 通常我到时候退休就没事了 现在不是 现在退休之后 我给你倒查30年 你根本就没有逃的空间 那么现在六大政法主观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一个数位各位听 政法委书记叫郭成坤 公安部长叫赵克志 最高法院院长叫周强 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叫张军 安全部长叫陈文青 司法部长叫唐一军 这六个人里面 有两个人跟江派关系非常近 一个是最高法院院的周强 一个是现在还在干政法委书记的郭成坤 郭成坤就是接你上讲的孟建柱 所以现在慢慢的图拼起来了 好了 那么刚才不是各位在视频上看到的吗 说什么邓辉林 罗文静什么要杀了 什么等等 那没有错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在这些事情前后呢 当时抓的是孙力军呢 对不对 孙力军我们上下讲了 我们把他罪名再读一遍 他说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极度贪婪 妄议中央 制造跟散布政治谣言 成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 严重破坏 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严重危害政治安全 这边有三个罪名 一个是政治谣言 一个是成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 他的职位叫做公安部 什么叫控制要害部门 他控制公安部门 然后严重危害政治安全 什么叫严重危害政治安全 翻译成白话就是要搞政变 或企图政变 所以这样这话就慢慢连起来了 那至于说后面 是不是真是江志诚呢 我们再看一看 冠贵在网路媒体爆料 直接说当初江哲民的孙子 江志诚本身背后是 马云阿里巴巴的重要大股东 跟重要大金主 而他的博育资本 也搬到了新加坡 现在人跟钱都被讨回中国 这是一个 而且他爆料 下一个政治清算 跟政治追杀的可能是李嘉诚 那米老师刚刚讲 兜起来 上个月到现在 一点串的公安政法系统的清洗 背后确实有高层跟江系相关 可是真正的主谋 主使是不是江志诚 还不确定 对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风向在往这边带 但是不是他不一定 但是这个东西还不一定是重点 因为重点就是最后呢 他要去解决曾庆红跟江哲民 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那为什么这么困难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读回孙力军那个通报 他说孙力军在中共18大后 不收敛不收手 变本加厉 公报这样讲 但19大之后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 请问18大谁干了总书记 习近平啊 如果习近平在18大干了总书记 已经开始反贪腐了 打这么多人 然后19大呢 这个人变本加厉 孙力军变本加厉 还被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 事实上最年轻的公安部副部长 那为什么还会被提拔呢 那这样就说明一点 要么就是习近平呢 还看不清楚孙力军的真面目 要不然就是习近平还抓不住公安部 对不对 就只有两种可能 那现在公安部呢 这个文章还讲了 他说我们要全面彻底肃清 周永康余毒 还包含什么呢 孟宏伟 我们过去讲过的 孙力军 龚道安 邓辉林 也就是说孟建筑相关人都被抓了 你说这些都没有什么 我们看看今年抓了哪些人 1月25号 辽宁的前公安厅厅长李文玺倒台 然后3月13号 中共中央的610办公室负责任彭波倒台 4月9号 三西的前公安厅厅长刘新云倒台 8月份辽宁的这个 前另外一个公安厅长 这个薛衡主动投案 9月16号 上海的前公安局长龚道安 这个认罪 然后他之前就落马了 9月22号就刚讲的 王立科被双开 什么等等 我刚刚一数就光是今年1月份到现在 就是6个 那么除了这人之外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620办公室吗 620办公室也被打得非常惨 除了刚刚讲到孙力军 彭波 傅政华之外 之前我们很早讲过的李东升 再来是周永康 然后河北省的常委 这个周本顺 跟河北的政法委书记张月 这些也都620办公室的 换句话说 跟620办公室有关的 很多被打得非常惨 然后呢 政法系统被打得非常惨 但是我说了半天 对 这些人就算去搞暗杀的话 不是这些人在想搞暗杀 这些人是被人家叫去搞暗杀 背后一定有人 那记不记得我们前一天讲过 夺门之变 对不对 夺门之变他点的就是太上皇 所以我说 那谁会是太上皇呢 以现在习近平的辈分来看 能当太上皇只有三个人吗 一个叫胡锦涛 一个叫江泽民 一个叫曾庆红 胡锦涛看起来不太像 会干这事的人 所以剩下江泽民跟曾庆红 江泽民身体呢 很差 行江救木 然后曾庆红呢 听说去年身体还非常非常好 在街上走动 还在跟这个路人 甲跟路人一聊天 那刚刚讲说抓江志成 我刚刚说了 未必是真的 但是呢 风向往这边带 当风向往这边带的时候呢 他就慢慢就告诉他说 谁是太上皇呢 谁是太上皇 太上皇看起来就是 不外乎是江泽民 或者是曾庆红 所以这样就慢慢解释了 这么一系列于 对于政法系统的这些整顿 那么我们不是讲说 二十大要来 然后要换位子 要抢位子 然后那什么等等 所以政治斗争 断金流什么等等的 都来了 那么我一直讲 我说从现在开始 事实上这个前几个礼拜 我一直讲 我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到明年九月到十月 开这个二十大之前呢 都有很多好戏看 这个呢 只是小小的部分 但是我再提醒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中共呢 为了化解内外的压力 会增加对台湾的压力 不管对台湾的军事 这个威吓也好 或者对台湾的文宣 跟盛德雅都会加强 甚至会对全球华人呢 进行一波又一波的 洗脑跟文宣攻击 所以这东西呢 我们有很多好戏 等着看 好老师刚刚讲到的是 中国内部的政治风暴 跟这个政治斗争 可是另外一个部分 昨天非常特殊的是 拜登事实上 对中国新疆政策 讲了重话 而且他说 形同纳粹屠杀 那应该要接受 纽伦堡的审判 当年这种论调跟这种意见 都是班农这种对中国最强硬派的 这一个相关的人物在提的 可是事实上拜登这样提之后 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对他这个话是15号的时候 在那个Kinnatica大学呢 他一个叫淘德人权中心 落成点点上面 他去做演说 那么淘德的大概是主妇啊 在高一层吧 他曾经在纽伦堡大审呢 做过检察长 所以拜登就讲了 就又到这个人权中心的 落成点点上 他当然叫回顾历史 他说纽伦堡审判 使我们仔细看到 人性邪恶的一面 看到人类有能耐犯下 何种罪行什么的 但他说呢 这种反人类罪行呢 不是意外发生 而是这种选择 这话很可怕 他说这种选择 但是呢 今天在我们讲话的当下 这种选择跟这种残酷的事情呢 仍然在上演 譬如说 新疆的维吾尔族 受到欺压跟强迫劳动 然后缅甸的这个罗星亚族 受到镇压 然后依索PR的平民 受到什么等等 然后他说 沉默就是共犯 也就是对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发生 那么纽伦堡审判这样说的 所以你的沉默就是共犯 这话讲得很好 那么也就是说 中共在新疆的这些罪行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拜登针对 中国人权政策 讲这么重的话 讲这么重的话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但是呢 应该这样说 它还是有点像是应景的话 对不对 因为是在逃得人权中心 跟洛森电影上这样讲 如果它回到白空了 在别的场合也这样讲 那我觉得这个就加重了 好 我们稍后回来